第二说内心常常对以往所犯的故事耿耿于怀 如何才能真心发愿求爱忏悔 如何才能真正放下 如何才能平复内心的负罪感 读经念佛 从内心里面 做改过千善的功夫 你要问从哪里做起 我觉得八达人觉经上讲的这个话 确实可以给我们做下手之处 那就是不念旧 不争我人 我续的这一句 不说人过 我们从这里说起 在行门上 落实在十善业道 这个是你的功夫真正有根 十善业道是根了 我们今天学佛 有很多人学了很多年 功夫不得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根 根在十善业道 我们俗获了 那根本的根本 我们现在特别在强调 在劝道 弟子归也 这是儒家的 这不是佛法 但是 他是学佛真正的根本 为什么呢 如果说人都做不好了 你怎么能做佛 怎么能做菩萨 你要想成佛成菩萨 先要做个好人 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说的 没人 三好 在千万 没人 没人 我 没人 没人